放下烦恼,人生不抱怨,爱抱怨的人常被形容是烦恼心中,确实如此,综为诗学的观点,抱怨根源于六大烦恼,继而引发种种随烦恼的情绪与行为。 心理教育学家与维时学讲师正实言,为我们抛析抱怨的根源,以及减少抱怨的工具与方法,先停止抱怨或缩短抱怨的时间,还有时间去冷静地思考与解决问题,最后就是要付诸行动。 为什么有人总是爱抱怨,找人负苦,不论遇到好事坏事,甚至不干他的事,从天起工作到国家大事,通通都有理由抱怨,这样的人不免令人褪毙三舍,也给人烦恼心中的印象。 爱抱怨,烦恼心中,在有佛教心理学之称的维时学中,爱抱怨的人的确是烦恼心中。 爱抱怨的人,内心经常处于渴望、不满足、怀疑、嫉妒、贪求、称恨等情绪,为实家认为,因抱怨产生种种的情绪与行为,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根源于人们的六种烦恼,贪、沉、失、慢、易、协贱,又延续出诸多肥烦恼、激愤、恨、腹、脑、急、肩、狂、惨、交、害,进而衍生出种种情绪问题与后续的身心。 人际等干扰,爱抱怨,就是对不如意的事发牢骚。 换句话说,乃因为执着六大烦恼而排斥不如意,进而产生了抨击行为,随烦恼。 用现代语言解释就是,贪是听响取悦自我而产生要占有的动机,称是对别人产生抵抑,斥是对事执着而生于吃,慢是自我中心意见的维护,自以为比别人高一等。 以使心里不安,斜见是以前学过的错误之见。 所以一旦我们周遭停定跟这六种烦恼相应,只要不如己意,就会抱怨不断。 抱怨容易失去机会,例如看到别人比自己有钱,或是别人升迁,自己却没有,人们就会抱怨。 其实这是没看见自己的贪,欲贪求自己所没有的,压力就欲大,其他的烦恼也是相同的道理。 所以,烦恼心中的人,的确比较容易抱怨。 曾有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来找我会谈,他说老板有眼无珠,公司有主管持缺,升职的竟是与他同时进公司的人,而不是表现不错的他。 我对他说,你很聪明,在公司没有抱怨,而是来找我谈。 经过他说明原委,才明白这位年轻人是部门里的创意,点子王,也是台主,但与老板开会时都保持坚默,也不抢工。 我告诉他,你不发表意见,老板当然不会知道点子是你原创的,你感到委屈而在心里抱怨,对不对? 那位年轻人频频点头,我给他的建议是,你只要老老实实做事,下次跟老板开会时,便可以把你的想法讲出来,毕竟点子是你讲出来的,由你说明是最适合的,可以让计划更完善。 事隔一年,那位年轻人来向我致谢,高兴地表示他升职了,而且比原来的职位更好。 他说,听从我的建议把想法说出来,而不是抱怨,渐渐地让老板看见了他的本领。 这个例子在职场中很常见,也说明抱怨不仅会使得人缘不好,而且会丧失升迁机会。 但当事者往往不自知,也不懂得改掉自己的缺点。 前述的年轻人在会议上不发言,这并不是不争功,而是不懂得表达意见。 所以要看见自己的不足,切记不要抱怨老板为眼光。 六度,转面的工具,至于如何让烦恼先轻一点,抱怨少一点。 佛陀给的方法是六度波罗蜜,不失,实践,安忍,精进,产定,般若,用现代语言来诠释。 就是当人愿意不失,去帮助别人,给别人方便,让别人欢喜。 这能产生人和实践的词,是拥有应有的生活好习惯,也是待人接物,做事的好习惯。 安忍,不是一位压抑的人,而适合愉悦色的忍耐,这是很重要的修持,精进是对任何事都很积极,看法正向,禅定是内心很安定, 拨热是用智慧去解决事情。当个人六度波罗蜜做得愈好,渐渐调肤六大烦恼,抱怨自然愈少,争持当然也会减少。 最怕的是人们不用工具,却不断地在抱怨,人们往往看不见抱怨的盲点,只是口说要转念,而没有行动。 转念是很抽象的想法,具体的做法就是六度波罗蜜,六度波罗蜜就是转念的工具,就像车子没有方向盘,要怎么转呢? 我常强调,转念往往是理直上的响,其实心理并没有比较好受,此时不如实际职张义工帮助人,对人不失,或去爬爬山让心情好一点。 对己不失,这都是借由行动而转念,所以,不失排在六度之手,不是没道理的,因为不失要有行动,进而带出其余无度的行动。 修行最需要的就是安定和谐,在佛陀时代,因为抱怨会引起争执,彼此会没办法和谐地沟通,将破坏僧团的和和,使得僧团不安。 所以佛对僧团讲六和和,即一,身和共住,二,口和无证,三,一和同远,四,见和同修,五,见和同解,六,令和同君。 六和和在今日依然很重要,不止僧团需要和和,每个家庭,每个人都需要六和和,如果自己能实施检视自己是否行为适当。 言语合一,讲法正向,习惯良好,间接有益,利益共享,对父母,夫妻,子女,同事,朋友等做到六和和,抱怨自然会减少。 当有意见发生时,那不是抱怨,而是正向的建议,三次觉,无步骤,远离抱怨。 当我与人资商会谈时,也不免听到对方抱怨,我会向对方强调抱怨的坏处,不仅对自己的身心不好,还会因此人缘不好,导致社会之取弱,而且对事情会失去客观的判断,无法就是论事,也就无法关照到自己的不足,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我常给当事者的建议是,这三个字,先停止抱怨或缩短抱怨的时间,才有时间去冷静地思考与解决问题,最后就是要付诸行动。 我不会一味安慰当事者,这是在倾听别人抱怨时要特别注意的,因为这样容易让对方以为只有自己是对的,而无法看清事实,结果当事者陷入抱怨的轮回。 而你又变成对方的垃圾桶。除了这三次诀,还有五步骤,第一是我碰到什么问题,第二是我准备怎么做,第三是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,第四是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,第五是我该怎么做。 当我们展开五步骤时,最好写下来,否则都只是用脑在讲,这会让大脑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,事实上还是停留在抱怨的状况。 动脑与动手的不同在于,用手写会让自己有更多的思想,而且会发现透过这样的练习,抱怨不再是抱怨,而是在出现问题,继而去面对与解决问题,更不会爆发争执,激发愤怒,做到真正的和和。 感谢观看,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愤怒,做到真正的和谈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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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